自从政府宣布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 在这个期间不管你是CBU还是CKD的BEV 纯电动车将会豁免Access Duty和Import Duty 不用给进口税也不用给国产税 甚至连Route Tax入税也不需要给 只需要给一个SST消费税 如果是CKD的连消费税都不用给 所以这个也让马来西亚的电动汽车市场奋起直追 翻了几十倍的销量这样子 因为在此之前 都是必须要去给很高昂的这个进口税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不久前Tesla Malaysia进来的时候 它的Tesla Model Y直接卖到从199千起 因为Tesla的到来也让到马来西亚的消费者 对电动车的兴趣 对电动车的疑问就进一步的去增加 就更加的感兴趣 那也因为这样子有很多的报章都来采访我 像星洲日报还有过去上了 8FM 988等电台 他们都是想要询问我关于电动车的东西 但不管是报章还是电台 有时候都受限于它的篇幅 比如说文字不能够超过多少个字 或者是上电台的时候 因为时间非常的有限 可能扣掉广告只有半个小时 你很难去真的去讲到那么details 所以我希望做一支独立的影片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关于充电多少钱 电这件事情 我不会讲到很深入 我就尽量重解 那电的计量单位是kWh 那中文会叫它度啦 所以一个kWh叫一度电 两个kWh叫两度电 不过我习惯叫kWh 就好像这个速度 我习惯叫kWh 我已经习惯这个讲法了 所以马来西亚是由T&B来设定这个价钱 所以这个价钱现在是从2014年1月1号到现在是没有变过的 我现在讲的是household 就是家用不是commercial用的 然后我们应该是走了有五个Tier这样子 所以第一个Tier是0kWh到200kWh是RM0.218就是21.8cent 然后再以此类推这样子下 然后去到900kWh以上呢 就一度电一个kWh大概是 0.571还是0.517之类的 所以就会根据这个东西来计算你每个月的家用电费是多少钱 那很多人都会讲马来西亚的汽油很便宜 我们的RM0.95现在是2.05分per litre 所以你换算去不同汇率的话 我们应该算是本区域超级无敌便宜的燃油价 因为马来西亚是石油输出国也是产油国等等 所以我们的价钱 当然这个是政府有津贴 我要提醒各位 我们现在看到的价钱是没有津贴 肯定是不止2.05分的 但很多人都知道马来西亚的汽油很便宜 但更多人不知道的是马来西亚的电费其实也很便宜 你看我们算一个kWh量0.218 我给它去到最极端的Tier来讲 我给它一个kWh是0.517 我给它6千都是很便宜 我们看邻国新加坡的话 因为他们不需要进口Gas 他们的电费跟天然气Gas是绑在一起了的 所以价格很难去控制 但因为马来西亚Gas相对便宜 而且我们的 怎么讲 我们产生电的方式呢 有45%是Gas 45%是煤炭 另外少数10%可能才是水力发电 因为这个产电的方式是相对来的便宜的 而且我们的这个输电的方式 如果是在地底的话会比较贵 那马来西亚我们看到很多高压电缆 那个运输电的成本是相对来的便宜 所以呢 全世界电费最贵的国家是像德国 意大利跟英国 一个kWh可以去到2块钱 1块9毛9 所以马来西亚的电费已经是便宜到不能再便宜的 所以我们回到充电多少钱这件事情 因为电动车的充电方式分为AC跟DC AC是慢充 DC是快充 简单来讲是这样子 那对于大部分电动车的使用车主来讲 最实际还是你每天回到家里的时候 你家里有一个wallbox可以帮车子充电 那外面不管是在加油站 商场还是一些公园的充电桩 主要是供你应机跟长途行驶使用的 所以当我们在讲电动车充电多少钱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会用外面的DC快充去算多少钱 可能1分钟4块 1分钟2块8等等 但我们回到来 我们必须要从基本开始认识就是 用家里的电费来算 那我们就假设你现在家里是1月1号了 你的电费还没有开始走贴 我们算0.218的话 你看啊 如果假设你的电动车的电池 我现在讲的这个是BMW iX X-Ride 50 111.5kWh的离离子电池 然后它能够走630公里这样子 我就乘111.5来算 大概只要24块 但是这个24块是你家里 3月1号了 你还没有用其他的电 然后你再看到外面的充电 可能它外面充电要半个小时 1分钟是4块钱 再乘来是百多块这样子 但是我主要讲的是AC跟DC这件事情 所以有时候很多的汽车公司呢 他们会 你在买车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cable 所以那个cable大概只是3.5kWh以下 可能1.5到2.5 就是所谓的3-pin block来charge它 可以但是要很久 至于多久呢 我们来算 如果你的电动车电池 当然100多kWh是太大了 正常电动车一般在60kWh左右 所以60kWh除以3.5kWh的充电 大概要17个小时 以此类推 所以以后你看到电动车 到底充电多少时间 你必须要知道你的电池多大 充电的速度多大 因为电池是kWh 充电速度是kWh 你直接拿来除就可以了 讲会AC充电这件事情呢 它分为one phase跟three phase 所以one phase其实很多的住宅区都只能够接收到one phase 所以one phase的maximum可以去到7.4kWh的AC 你要去到three phase才可以去到11kWh或者22kWh的AC 但注意啊 不是每一台车子都能够接收22kWh的AC的 市面上大部分的电动车都只可以去到11kWh 几乎是八九十%的电动车都只可以接收11kWh的AC 只有少部分的像WiX M60 Smart Hashtag One Audi e-tron Audi Q8 e-tron 55 像TICAN它们才可以去到22kWh的AC 所以有时候你的车子的充电速度跟充电价钱 它取决于你的车子电池多大 然后你的车子能够接收多大的电量 所以有时候我很难在一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讲充电多少钱 它不是一个好像燃油这么容易回答你 一个liter多少钱 多少liter多少钱 它没有这么简单 它相对的比较复杂 所以我需要再做一支video来跟大家好好地讲这件事情 但除了AC之外呢 在外面如果你要快地解决的方式就是DC 那目前现在市面上讲的充电价格都是用DC来做参考 但我还是必须要再强调呢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电动车主 注意实际的你还是要了解TMD电费的算法 跟ACWallbox的成本 因为一个Wallbox可能从5000块到8000块 包括安装费 然后有的Wallbox可能可以 可以one phase7.4kWh 7.4kW 有的three phase可以去到11kW 有些人在condor 有些人在脚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根据你自己的居住条件 使用环境去做一个调整 那我们回到DC的话呢 这个首先在你还没有了解充电多少钱之前 你要知道你的车子能够接收多大的电量 像有些车子比如说Mazda MX-30 它可以接收40kWh DC 或者50kWh DC KW啦一直讲错 充电没有H的充电是KW吧 所以MX-30可以接收40kWh DC 然后像BMW iX X-Rite 40呢 它可以接收150kWh AC 但是我现在驾着的这个是X-Rite 50 可以接收195kWh的DC充电 所以如果假设那个充电桩 它是像SHAO的High Performance Charger 它是180kWh的DC 然后我的车子只可以接收100kWh 你插进去它就只可以100kWh 或者少于100kWh啦 所以不是说你插180kWh 你的车就能够接收180kWh了 它要取决于你的车子 它的maximum input是多少 那我们来到这个影片 可能大家最有兴趣的就是DC的充电价格 就是外面你现在我马上要充半个小时 它怎么算钱 同样的它也不像燃油这么容易理解 因为有不同的player 不同的玩家 set不同的价格 不同的计算方式 分为用每分钟 每小时 或者是每个渡电 每个kWh来计算充电的费用 那我们讲最直白最容易理解的就是 Shell Recharge Shell High Performance Charger等等 那它目前的这个计算价格是 我们算180kWh的DC快充 一般上只有E-tron GT或者是TICAN 这种车子他们才可以用它 用它才比较划算啦 所以一分钟是4块钱 如果是120kWh的Shell Recharge 是2.8一分钟 那注意哈 这个180kWh跟 或者120kWh要看你的车子接不接收 但因为目前来讲 Shell是比较怎么讲 在南北大道是比较普及的 从南到北 从北到南 所以我讲这个是比较 就是万一你真的找不到其他的充电桩 你就只好给这个贵的充电费去用Shell的 那它也不是贵啦 就是如果你的车子不够快 就不划算 如果你用的车子是比较高级的电动车 你就划算哦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玩家呢 就是Gentari 那Gentari其实就是Petronas的一个 一个品牌这样子啦 一个合资公司 So Gentari的话呢 它是用kWh 就是每度电来算价钱 所以350kWh的DC快充呢 1kWh是1.7块钱 所以1kWh1.7块钱你竟然还存 那如果你的电池是100kWh这个数学 我数学不好 1.7乘100kWh 就是170块这样子啦 但是它的时间 它不会用时间来算你 所以你充多久都不用紧 只是看接收多少就多少 至于到底是用kWh来算比较划算 还是用分钟来算比较划算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取决于你的车子 能够接收多少电量 能够用多短的时间去接收 多大的电量 然后它的50kWh DC到180kWh DC是1.5kWh 1.5kWh 1.5kWh 然后最便宜的是20kWh到30kWh的DC 所以如果你的车子可以接收50kWh 你用这个便宜的就好了 然后你不需要用到那个那么贵的对不对 然后除了Xiao跟Gendari之外 第三个比较大的比较大的比较大的Player就是Go2U 因为它有DMB 像马六甲 Aegro还是Aloga 应该是Aloga Aeg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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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电量比较普及 你容易找得到 然后DC当然肯定是比较贵的 因为它们的充电桩有时候 一个180kWh 所以它不是一个便宜的东西 那种外面的车子 还没有包括那些他们的服务 等等 所以它不是一个便宜的东西 充电也不是免费 电费也不是免费 但你真的要讲我们的电费 已经比很多国家都便宜很多 但是因为我们的燃油比电费便宜更多 就会导致 就会造成很多人会觉得没有那个必要要换 有没有必要你自己衡量这个没有 没有人有一个 没有人有一个定案的 因为就是看你自己的 使用环境你的经济条件等等 来做一个考量这样子 但我觉得比较靠谱 比较划算的还是你用AC AC的价钱就相对合理的多 我们讲如果你用PakEasy的APP 你使用Shall Recharge的AC慢充 它们现在是11kW的AC 就是你可能在很多购物商场 很多mall看到的那种 有一个barrier顶在car park上面这样子的 你还钱用APP还钱了 它就会下来这样子 然后每一次的confirmation fee 有些4块 有些5块钱 然后当你给了这个4块 或者这个5块过后 每一个小时是2块8 不是一分钟2块8 一个小时2块8 所以为什么我讲AC比较划算 因为你去一个商场 你去一个地方 你半个小时充满 跟你两个小时充满 是没有分别的 如果你要在那个地方待3个小时 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粗暴 我们不能够简单粗暴的 用某个formular去讲 怎样比较划算怎样不划算 那个还是要看 因为如果你像我之前有做过一个实验 我去剪头发 我剪头发包括等冲水的时间 它可能都要3个小时 那对我来讲这3个小时 我去用20分钟充满 我还要下来去扒掉我的充电庄 对不对 这样买SY我就给它放着慢慢充 充5个小时3个小时 我中间再扒掉 我没有这么伤 对不对 所以有些东西是 电动车必须要改变你的思维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 看电动车这件事情的时候 没有人逼你买 现在马来西亚没有讲到禁止卖燃油车 不像欧盟宣布2035年禁售燃油车 没有 但是你可以花一点时间 去看一点影片 做点功课 就是来了解 而不是随口脱出的 讲马来西亚没有充电庄 你讲没有 连后遇斗争 你讲没有 不是没有 是你不知道 这个道理就好像 在我还没有小孩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哪一个 shopping mall 有nersery room 哪一个shopping mall 有 playground in-door playground outdoor playground 我也不知道 playground多少钱 哪里有卖哪一份 你不知道的 你必须要运用 就很像很多没有接触电动车的人 在他的头脑里面 但整个圈是没有一个充电庄的 当他用了过后他就发现到 诶 哪里有shall 哪里有jantari 哪里有go2u 哪一个商场有charge ev 各种东西 你可能 download很多的apps plug and share 然后你就会知道去了解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今天这集影片 至少对ACDC 家用充电费用 跟外面的充电费用 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我不要去到太detail的东西 因为光讲这个东西 可能大家都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消化它 那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一集 以后我就做多一点专题 就不用你知道吗 就是要介绍车 我当然还会介绍车 我的意思是 就像这个BMW iX X-Ride 50 546800块 它比我之前介绍的iX Sport iX X-Ride 40 Sport 贵了99000这样子 然后它的续航里程是630公里 是一个long range的BMW iX 这个我过后会讲 所以对于充电费用 当然我自己希望最多是 马来西亚现在有不少电动车的车主 你们可以留言说 你们每个月的电费调涨了多少 之前我有一家Tesla Model Y 的朋友 有一个月的电费就是 就如果它一个月用500块的燃油费打油 它走相同的里数 它家里的电费肯定会高涨 但是综合来算 还是比它打油便宜的 所以你不可以算单次的 很多人会算单次 我加满一次油可以走多远 然后我充满一次电可以走多远 你要看long term的 所以我是带主义 我们下一集影片见 有什么关于电动车充电的东西也可以聊 或者我不知道有没有国外的朋友 在看这集影片 也可以分享你们国家 或者你们所在的城市 充电的facility 价钱等等 我们一起来讨论 集市广益 炮砖影域 我是带主义 我们下集影片见